《圣经》 《圣经》 告诉我们 我们活在不完美的世界 圣经跟我们说 圣经已经说 世界不完美 人是有罪性的 所以 我们不要带着一种乐观主义 恩典 能力 不是叫你乐观 Optimism 圣经不是叫人乐观的 圣经是说这个世界会败坏的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因为神是活的 所以不是悲观 看什么都是灰色的 都是人有罪 No 我跟你们说 我在牧养做牧师14年 我培养了很多门徒 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跟基督团庆 我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 我的心 我不把期望放在人 但是 我还是爱人的生命 继续爱下去 这么多年 可能我培养的 以前我有一个假象 我以为说 我有这个聪明智慧 圣经教导我 36课 神学 各方面 然后 我有牧养的经历 我比很多牧师 这个方面都强 我的感应力很强 所以我建立教会 只要这样建立 把这个信息传讲一定会好 后来我发现不一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叫我失望的人也不少 给我 甚至我感到受伤的 我因一些事情 一些人感到受伤的也有 但是我最后来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人算什么 神竟然顾念他 对不对 这句话是对了 这句话真的是真理了 人也是无可奈何的 人呢 你也不能完全看透他的 保罗在最后的时候 他写提摩太后书 他的同工迪玛因为贪爱世界 离开他了 然后他受审的时候 他的门徒全部跑掉了 他说 没有一个人留在我身边 既都离弃我 他是这样讲 离弃我 但愿者追不在他们身上 但是因这个的缘故 主站在我旁 对不对 我看到主站在我旁 所以你怎么坚强 你坚强不是你悲观 人都是不能相信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一生活在 人是不能相信的 然后就悲观消沉下去 这个你完蛋了 因为这不是主的心 但是我的心是被带到 主啊 因为人是不可爱的 所以你来拯救他们 所以你把福音放在我的心 我的口 叫我继续传 继续帮助扶持 叫软弱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有一天会不会活过来 有一天我看不到人内心的光景 但是主看得到 主要兴起的会兴起 所以最后我的结论 我服侍的结论 可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今年到 还没有到四十岁 我今年四十岁 孔子讲四十不惑 他这样讲 他是世界的智慧人 他四十岁一个人 应该很多东西看明了 没有疑惑 对不对 但是我是认识圣经的人 应该二十多岁就把这些东西看清楚 但是很难 有时候我们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的性情还是很幼嫩 但是你借着真理教导你 你真的到了三十四十 很多东西你明白 看明白了 所以心里面是只有尊重为大 也只有爱人如己 继续追求这个 然后对软弱的人总是扶持忍耐 刚强的人总是挑战他们 我的牧养的整个原则就在这个地方 我牧养的整个原则就在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